根据了监察院刚刚出炉的调查报告指出 前军情局长罗德明中将 在民国109年帮助台湾的这个道教总会 谢前理事长的女儿 报考当年度的致月役专业预备军官班 但是呢在考前只派两名的少校辅导她 而且考试当天还临时把她的分数给提高 好这场不公平的考试情节让人难以置信 监察院的报告当中还指出 罗德明损及了军情局的声誉 破坏国家考试的公信力 根据了解监察院对于军情局提出了纠正 军情局也对涉案者做出了行政惩处 继续就要带您关心的是 针对了整起事件呢 其实军情局他们最重要的业务 就是两岸的军事情报 监察院自己出题 好对于一位连两岸基本常识 问七题一题都没有答对的人 却能够考最高分 因此呢就觉得疑点重重 此案国防部的法律司 是以查五考试舞弊 或是泄题情形结案 至于监察院的调查还有纠正 正是打脸军方调查的草率性 另外来关心的是 监察院政治现今的申报系统 状况真的蛮多的 因为新竹市副市长沈慧宏 还有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等人 都曾经为了财产申报问题出面澄清 监察院为了因应年底的九合一选战 建制新的系统简化程序 不过还是被民众党发言人张清俊抓到问题 表示说新的申报政治现今的系统有漏洞 恐怕会让参选做白宫 好不过对此监察院强调 新旧系统转换之间 难免会有一些相容性的问题 这个部分将会持续的精进 另外我们来关心的是 旺报的头版头消息了 大陆的中央政府呢 在19号根据香港特区 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的提名 任命他为第六届港府的主要官员 好这当中呢 包含了陈国基是政务司司长 陈茂坡留任财政司司长 林定国则是律政司司长 至于在新一届的官员当中 商务还有经济发展局局长 养丘硬化他是抗日英雄 邱逢甲的嫡孙 大家科普一下哦 水神呢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 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哦